新民设处 我们没办法 我们没办法 镜头前村民们面露无奈 全村两百多位村民被检举 手上拿着查会通知书 九合一大选早已落幕 昌华县竹堂乡武庄村 却有超过两百个人被检举 涉嫌会选 村民人心惶惶 原本和谐的气氛全变掉 议员陪同下 50位村民在妈祖庙里做笔录 直接跑到神明面前 强调自己没有做亏心事 他们希望司法能还一个公道 地检署说有接获相关情资 认为村民们有必要配合调查 就算是人数多 也是依法办理 有人质疑是落选人 狭怨报复 对此检谨强调 希望外界不要多做揣测 TVBS新闻 陈志忠 陈一军 徐又翔 张华厂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